急诊科病房内,95后年轻的护士郭隆潘正在忙碌着护理病人。 2018年10月,从福建漳州卫生职业学院护理专业毕业后, 郭隆潘入职福州市中医院,成为该院急诊科的一名护士。 福州市中医院的急诊科有16名护士,其中有4名男护士。 他们因手脚麻利,精力充沛,思路清晰,胆大心细的特点, 得到了患者和同事的高度认可。 5月10日,在第108个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之际, 中心设计者走进男护士群体,倾听南丁格尔的故事。 穿着白大褂护士鞋,戴着工作帽,配药,核对信息,操作仪器, 这些细致活儿,男护士做得毫不逊色。 提到护士,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女性, 但是近十年来,男护士已巧兰登场。 男护士在经历啊,然后心理素质方面比起那个女护士都比较突出吧, 然后特别在应对一些紧急情况, 男生的应急能力,他也是应急能力跟反应速度也比较敏捷, 然后能更镇定地处理事情吧。 在福州市中医院,有不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男护士, 毕业于福建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的方逸斌就是其中一位。 手术台上,方逸斌一丝不苟认真准备着手术器具。 在同事的眼中,方逸斌是个稳得住的护士。 非常非常的仔细,因为每一个关键,每一个步骤都是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全, 任何一点的错误,疏忽,都会造成不可挽救的那种后果。 男护士们在工作岗位上的优异表现,也离不开学校的悉心教导。 在福建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妇额科护理实验室内, 同学们正在认真听着老师介绍实验内容。 三名男同学在众多的女生中格外显眼。 这个对象的话都是一个模拟人,那么他就不是一个证人,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对他下手可以说是没亲没中的。 那么在经过三年的教导之后,以及在这个实验室待了三年之后, 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说,一定要不要见病不见人, 你要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看, 这样子你在临床当中才能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你的人文关怀。 吴元胜,福建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大三学生。 在校期间,他也多次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。 在扎实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, 吴元胜也在创新方面投入了不少心思。 在他看来,未来的护理工作中,时常要和设备仪器接触。 男性对仪器的操作和维修也较敏感。 加上专业等基础好一些, 很快就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。 男生相比女生来说的话, 他的逻辑思维更强。 然后在发现问题上, 他会采用更多一些创新, 想用创新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。 这也是对学科的一个发展会有一个助推的作用。 我们学院也是很重视男护士的培养。 每年也有招收30到40人的男护士的写生术, 大概占到招生术的10%以上, 11%到15%这样一个换围。 胡隆芳告诉记者, 男护士体力好, 操作医疗器械能力和抗压能力强, 适合ICU、急诊科、 手术室等特殊科室的高强度工作。 从学院的毕业生就业情况看, 男护士十分走俏。 男护士呢, 他在我们护士的这个队伍当中, 他是一个新兴的, 也是不断在壮大的一次特殊的队伍, 那也受到了现在很多用人单位的喜欢和青睐。 所以他总体上呢, 他就业力很高, 几乎就是百分百, 接近百分百的就业力。 那男护士呢, 目前毕业以后呢, 主要是在这个各家医院的这个手术室、 急诊科、ICU, 以及一些特殊的专科, 那么这些呢, 男护士特别有他们的优势。 从我们的这个毕业生的这个调查当中, 也是可以看出这个数据的, 主要集中在这些特殊的这几个科室。 翻身拍背, 然后给他打针, 注射, 其实都是有理论支持的。 然后我相信呢, 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, 然后随着我们这些新兴力量的加入, 然后这个社会会更加接受就男性当护士的这个情况。 而且我相信在每一个行业, 每一个人,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, 都可以在这方面有大作为的。